这个消防员正在拼命救人 一阵热浪将他先飞 悬吊在半空 同事伸手救他 然而火苗却烧断了安全声 消防员跌落在安全气垫之外 刹那间往事仿若幻灯片一样闪过 消防员松了口气 他还活着 消防员站起来和救下的小女孩打招呼 对方却根本不搭理 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在叫他 消防员一转身 发现是两个黑衣人在叫他 消防员让他们赶紧闪 然而身旁的景象让他呆住了 另一个自己躺在地上 同事正在拼命急救 是的 他死了 两个黑衣人就是来接他的使者 消防员慌了 他还惦记着老母亲 想见他最后一面 然而地狱之门已经开启 将他吸了进去 这就是2017年的韩国电影 与神同行 罪与罚 当年一跃成为韩国影史票房亚军 很震撼 也很感动 消防员来到地狱 那里排满了刚去世的人 每个人都要经历七重审判 全部无罪才能投胎转世 地狱里还有位使者 在等待消防员 女使者将名牌插入石狮子 很快 石碑上出现一个E字 女使者很开心 这个消防员 确实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正义使者 几人走过地狱门 首先到达的便是杀人地狱 地狱的七重审判 是按照罪行大小依次审判 杀人地狱在先 说明相关的罪行最小 消防员有点懵 他一生救人无数 怎么会杀人呢 使者向他解释 言语重伤网络暴力之类的间接致死 也算杀人罪 刚说完 消防员脚下就突然裂开 下面是一片火海 焚烧着有罪之人 消防员出于习惯 伸手去救爬上来的人 就在此时 杀人地狱的变成大王出现了 他质问消防员 为何要在火灾中 抛弃同伴致他死亡 消防员因为内疚不愿说话 使者只好打开夜镜 替他辩解 原来同伴当时被石板压住 而大楼内还有其他灾民 同伴让他先去救人 然后再来接他 消防员一连救下八个人 等他想去接同伴时 却迟了一步 这样的表现 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罪 变成大王做出判决 消防员无罪通过 几人坐着船只穿越明河 接着来到第二站 堕揽地狱 这里专门审判人 有没有虚度生命 活得充不充实 消防员一生助人为乐 勤勤恳恳 这一层的楚江大王 看完夜镜 很是感动 他询问消防员 是什么支撑着他 做下这么多好事 消防员回答说 是钱 楚江大王一听 脸都绿了 钱在地府被视为伪神 为钱助人 就是信奉伪神 必须受罚 楚江大王令人松开竹筏 消防员一回头 看见了可怕的景象 只见一个巨大的墨盘 正在不停转动 墨盘上的人 必须不停跑路 不然就会被碾成肉泥 这就是对懒惰的惩罚 消防员吓傻了 两位使者急忙抓住竹筏 还请求楚江大王 再看看夜镜 原来这个消防员 每天打折好几份工 除了本职工作 他还会利用空闲时间 送外卖 洗地板 跑代价 为了挣钱 他一度累到身体虚脱 而挣到的钱 全都寄给了患病的母亲 和正在考学的弟弟 楚江大王看清真相 不禁眼含泪光 宣判消防员无罪通过 几人继续出发 不料路上却遭遇冤魂阻击 使者掏出大刀 一刀削断山峰 将冤魂拦在对面 冤魂现身 代表着消防员有亲人 不幸冤死 为了让消防员继续前行 使者决定亲自跑一趟 去人间弄清真相 这里是消防员的家 家里只有一位 不会说话的老母亲 地狱使者假装过来吊咽 很快就发现 冤死之人是消防员弟弟 冤魂见到对方来者不善 赶紧跑路 使者也越过窗户 追了上去 一番追踪后 弟弟还是成功逃走 使者来到军营 很快就找到弟弟死亡真相 那天弟弟和一个新兵 在塔楼直勤 新兵知道消防员的死 想拥抱他 结果因为手残 枪走火了 赶来的中尉 害怕此事影响升迁 于是叫唆新兵 擦血埋尸 中尉不知道的是 弟弟当时并没有死 为了推卸责任 中尉谎称 弟弟当了逃兵 接着又给了新兵一笔钱 让他外出避避风头 然而新兵已经被冤魂盯上 他来到酒吧买醉 冤魂就摇动掉灯 想要砸死他 使者一直跟着新兵 很快就发现冤魂踪影 冤魂见识不妙 赶紧开溜 使者追上去 一路打到了楼顶 他发动手中软件 画出一道道绳索 将冤魂困住 使者有心放过冤魂 答应他 只要乖乖听话 就替他争取转世 然而冤魂怨念太深 遇害那天 他被人活埋 经过整整一天的痛苦 才彻底死去 这份怨念不仅难以平息 而且强大无比 大楼电力也因此熄灭 弟弟再次逃之夭夭 新兵虽然一时糊涂 但是很快就开始后悔 他来到冤魂家中 将一张地图扔了进去 地图上的标记点 就是弟弟埋尸的地点 扔完地图 新兵就跑回军营 打算自杀 这一切都被冤魂看在眼里 眼见新兵就要嗝屁 冤魂终于站出来 请求使者救下新兵 使者原本不能插手人间之事 但是冤魂说 救下新兵就任他处置 就这样 使者一键斩断绳索 救下了新兵性命 冤魂怕新兵再做傻事 于是让使者替他说话 他已经不怪新兵了 另一边 消防员还在地狱里闯关 第三关是谎言地狱 审判官是泰山大王 消防员生前借用他人名义 给孩子们写了很多封信 泰山大王见此情形 要拔掉他的舌头 然而 女使者再次打开了夜镜 原来收信的孩子们 全都失去了亲人 消防员出于善意 才会借用他们亲人的名字 给孩子们写信 真相大白后 消防员再次顺利过关 第四关是不易地狱 专门审判冷血之人 生前不愿帮助他人 死后就会饱受冰冻之苦 消防员做过太多的好事 五关大王不加审判 直接给了放行 第五关是背叛地狱 审判官是宋帝大王 宋帝看完夜镜 同样选择了放行 很快 几人来到了第六关 暴力地狱 这一关 消防员遇到了麻烦 他在高中时期 曾经无情殴打弟弟 打人之后 他就离家出走 15年来不曾回家 情况大王问他缘由 消防员却说不出话 眼见消防员就要定罪 女使者急忙地上申请 请求和下一关合并审判 合并审判后果很严重 一旦消防员被判有罪 不仅他本人会遭受双重惩罚 使者也会被剥夺 转世的机会 大王同意了 就这样 几人来到了最后一关 天伦地狱 这一关审判的是对亲人的罪行 天伦地狱排在最后 就代表着这一关的罪行最重 消防员到底犯了什么罪 原来正在殴打弟弟那天 他差点杀死了母亲 那时候 母亲重病在床 弟弟体弱多病 消防员失去求生的勇气 想要杀死母亲 然后带着弟弟自杀 还好弟弟及时发掘 阻止了他 消防员很不下心 只好拿弟弟出气 殴打弟弟之后 他就羞愧地离家出走 这些年来 他拼命工作 就是为了给自己赎罪 使者那边捉到弟弟 正想带他回地府 然而母亲却找了过来 母亲没法讲话 只好背这个牌子 冲进军营给儿子喊冤 凶手中未看到这情景 恼羞成怒 他推搓着母亲 还将他打晕 旁边的弟弟看到这一切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再次黑化 瞬间挣脱了使者的绳索 冲天的怨气 化为巨大的风暴 使者也只能在一旁 尽力救人 眼见无法阻止弟弟 使者只好呼唤地狱同伴 只见同伴从天而降 一刀正中 弟弟没心 然而这一击仍然没能杀死弟弟 此时地府的哥哥也受到影响 他将被弟弟的怨气吸入深渊 勇士不得超生 女使者救不出哥哥 伤心地大喊起来 喊声传到弟弟耳中 他看到哥哥因为他 就要埋进弟弟 为了哥哥 他收回了怨气 使者趁机甩出绳子 收服了弟弟 这时沙漠中升起一座高台 这就是最后的天伦地狱 最后一关由阎罗王亲自审判 他直接宣判 消防员企图弑母 罪不可涉 女使者争辩说 母亲当时处于昏迷 根本没有受害者 然而阎罗王却打开了夜镜 原来母亲当年是醒着的 他知道自己死了 儿子或许会更好过 所以才一直装睡 消防员得知真相 瞬间崩溃 他向阎罗王祈求 让他再见母亲一面 向他认错 阎罗王却说 他已经给了消防员15年时间 现在才知道忏悔已经太迟了 判官开始宣判判决 就在此时地上突然冒出巨像 原来是弟弟托梦给了母亲 他穿着法官服 告诉母亲自己就要去天国 完成法官梦想了 让母亲别担心 他还请求母亲不要怪哥哥 听完弟弟的话 哑巴母亲也在梦里张嘴说话 这些年来母亲从未怪过哥哥 他只怪自己不能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 阎罗王看到此番情景 也不免为之感叹 阳间之人全都难免犯罪 但是只有极少数人会真心祈求原谅 而更少人能得到真心的谅解 他撕毁判决书 改判消防员无罪 最后女使者送别消防员转世投胎 使者将消防员生前准备的礼物送给了母亲 里面是消防员写好的信 信中说 世上的母亲大概都是电影中那样 最容易被人忽略 但是在我们看不见的背后 母亲却忍受着不为人知的痛楚 即使孩子们伤害了她 她想着的却是让孩子过得更好 世间有很多神 但是只有母亲才是与孩子一路同行的女神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